謝謝主席,麻煩請國防部邱部長 邱部長請 還有 法律事務司審司長 審司長請 還有調查局副局長 謝謝 委員好 部長好 在這裡我想要針對 因為 政戰局其實是負責安全查核的 那最近 不管在軍紀也好 在有很多相關的 泄密的一些疑慮也好 或者甚至潛艦國造的相關的問題也好 其實衍生很多大家關注的一些 症結點 那在這裡我想要請教的部分 因為之前我記得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問過 依規定像潛艦國造這種高機敏的案子 所有的參與人員 工程師 或者甚至所謂的顧問等等 這個依規定他的安全查核需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誰可以回答 比如說像海軍顧問之類的 他可以參與到什麼樣的程度 幫委員他這個東西都是按照規定 然後是 什麼規定 他的整個安全查核的部分 他會報到我們海軍司令部來 然後我們會按照程序完成 所以 我們在 我之前有詢問的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海軍顧問郭喜 他的身份 是由誰核定的 海軍司令部嗎 那個時候他是由當時的海軍司令核定的 海軍司令 黃曙光嘛 是 那簽核的也是黃曙光 簽總長 就是海軍司令 都是他簽的 所以他們在整個安全查核裡面 他認為他的背景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是那個時候他只是提供很單純的傷情資料而已 一直都是嗎 一直都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他如果逾越了這樣子的一個 他的一個權限 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因為他 他大概就只能提供單純的傷情嘛 是而且那個東西是在我們剛剛開始的那段時間 那後面其實就都沒有了 大概剛開始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 當時在106年的時候 他是擔任無幾職的顧問 就那一年 其他後面都沒有 就只有一年的時間 反正顧問 所以從那以後 其實他沒有具備任何的身份 可以參與我們的 潛艦國造的任何相關的一些內容 其實他從頭開始 我們所有的專案會議這些東西 他都不是專案人員 都不是嗎 所以他都沒有參與 好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沈市長 因為上一次 包括王定宇委員 大概都有誘導你可以回答 那就你們在我提供這些相關的 因檔資料以後 你們回報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報委員那個大概是一年多前 我記得那個時候陪著當時的常務次長 到委員辦公室去 我們大概跟委員辦公室那邊講的大概重點 就是說第一個 他跟我們當時在執行的這個相關案件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關聯性 那委員就說 因為我們行政調查 我們也跟委員報告我們行政調查的那個手段跟方式有限 譬如印黨裡面有很多人的聲音 我也判斷不出來是誰 然後委員就說 如果那個時候您已經有交給調查局去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說好 我們會配合調查局相關的處理 我們國防部一定全力配合 好 所以你們來說的時候是跟我們的潛建國造其實是沒有什麼關聯性的嘛 跟當時執行的專案 對不對 當時是有這麼講 對 跟當時執行的專案 對我們的可能潛建國造的小組嘛 對不對 那其他有給我們一般的立法委員 或者其他的網紅 名嘴 媒體 或者像一些側翼 有嗎 沒有 沒有嘛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 那現在甚至有剛剛提到的媒體 網紅 還有包括我們的立法委員 公然在很多的地方說洩密跟叛國 既然你們沒有把那個內容交出去 其實事實上 老實說 除了郭錫口中 他曾經交過 除了馬文鈞以外 還有其他 可能還有三位的委員 有拿到以外 其實最詳盡的就是在國防部 可是現在很奇怪 包括媒體 包括網紅 包括很多的立法委員 包括甚至我們的副總統 他都說洩密叛國 我不知道這個叛國跟洩密的來源是什麼 因為既然你們資料沒有拿出去 照理說他們第一不懂潛見 第二沒有參加所有的機密的會議 第三更沒有看過這些機密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錄音檔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可是他們卻可以大剌剌的公開的一直說 這是洩密跟叛國 那他們的來源會是什麼 他的來源 國防部沒有拿出去 調查局 好 國防部沒有 國防部是最完整的 那調查局裡面其實只有錄音檔 那其他唯一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錄音檔的產出者 他叫郭錫 所有的人 對一個不具備潛見可以參與的人的 這樣一個敏感身份的 甚至他已經在裡面 可能有牽涉到 不法的這樣的行為 居然大家是聽著他的話來對外說 甚至演了大概一個月了 還可以大剌剌的在地方也可以去公開的講 這樣才是不齒的 因為這些立委他們看到裡面的資料了嗎 那他們的來源依據是什麼 他怎麼知道有什麼秘密 你們都跟我們說 那個跟我們的潛見 國照沒有關係 那他們的來源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的 因為有些部分要釐清 而且也不要誤導他的方向 今天我們在乎的是這一艘潛見 花了我們的人民納稅錢超過500億以上 他到底做得好不好 這中間的過程有沒有不法 他如果不法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後續的傷害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在乎的 尤其是包括我們在委員會所有的立法委員 而不是拿來做選舉操作 我不想講是因為就跟部長講的一樣 他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就讓他做一些實質的調查 可是很多人是拿來做一些選舉操作 這是非常可惡又可笑 這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哀 沒有把一個重點放在大家應該要關注的地方 我在這裡想要說的就是這個 另外我想要請教各位請回 剛剛是不是有人要回答 沒有的話我想請教一下 政戰局要發揮強化精神戰力的功能 請回座 那近年我們國軍發生的軍紀事件 它的樣態其實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有很多人的看法是認為說我們的軍法改革以後 其實造成我們的軍紀上面有很多的執行 或者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 這個都是關鍵的因素 那我想就兩個問題 來請部長還有我們相關的政戰局 應該要重視的 因為軍品丟失的問題 尤其陸戰隊從南到北幾乎每個部隊都發生了 依部長所言 國軍的部隊我們卸彈管制的規定 其實歷經多次的修訂 不管是法規管制程序 其實都很嚴謹也很詳盡 有些甚至已經認為說過分繁瑣 因為我們現在人力資源是比較欠缺 那你在這些方面全部都是要人為來做的話 所以也會衍生很多問題 剛剛部長好像也提到說 那主要是人的問題 那我們既然知道問題的所在 我們有沒有辦法 因為你法規已經非常周全了 那人的問題我們有沒有什麼克服的辦法 或者有怎麼樣的精進的作為 甚至因為其他國家一定都有軍品的管理 那人家是怎麼做的 是不是有更先進的作為 可以減少人力的耗費 或者可以去防止人謀不張的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有沒有一個初步的規劃或擬定的方向 我剛在報告當中有提到 從兩個方面 目前的狀況我們可以來強化 第一個從教育方面 從兵科教育、官校教育、士官教育 這裡面給他強調 到聯隊以後 一畢業以後到聯隊或到單位 會遇到的狀況我們把它放進去 教他怎麼處理 就第一個 第二個 那眼前部隊怎麼做 我扯如剛剛我也講到 規定都有 這個周期也很清楚 他不做 不做我們就想辦法 讓這個他非做不可 這是我們各級要努力的 這不光是基層的問題 這我們所有幹部要努力的 不過部長我在這裡建議一下 因為其實人的他的工作項目 現在因為有很多的業務太多 那其實怎麼樣 讓他用更先進的一些做法 或者一些有很多可能在這些預防指的部分 不要用太多的人力 這個部分可能也是我們思考方向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這裡做一個建議 另外還有要提醒的 就是我們現在接到很多的陳情 可能在部隊裡面 有很多的我們軍事官兵 其實平常是在比較封閉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對外 或者有很多的像線上賭博這個部分 因為他可能很容易就受到影響或吸引 那這個造成的後果 甚至你形成巨額的賭債 有很多家長跟我們陳情說 他們必須要來幫忙賠這些錢 或者甚至會不會造成他們在負債的情況之下 做了很多不應該做或者不法的事情 甚至洩漏一些相關的機密等等 其實這個可能都是我們要去注意跟防範的 那政戰局可能在這個部分 不要去做太多的大內宣 我們希望其實把多一點的精神跟資源 還有我們的預算應該要加強這個部分 這個也請部長可以予以重視 這個部分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馬委員